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也看到了很多网友都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底下留言 说你们怎么不用这个长安话就是西安话来播报这个新闻呀 其实啊您还真是误解了 那大家都会觉得既然是首都长安嘛 那就应该用首都本地的语音 也就是后来的西安话作为标准 您这样想啊可是大错特错了 我在这儿呢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 我们大唐的普通话 其实和我们大唐当时的这个首都长安的话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没错 那就比如说我们现代人见了面吧 我会跟您说 哎 你好吃了没呀 吃了吃了 我今儿吃的是蒜泥白肉 剩鱼片 煮驴肉丸子配米饭 对 那这个呢如果要是说按当时的长安本地的话呀 说那我觉得现代人基本上还能听懂 那他怎么说呢 基本上我们管猪肉叫都肉 管米饭呢叫米饭 那鱼和驴发音也就是鱼和驴 那刚才五娘说的那西洋吃食啊 连起来说就是蒜泥都肉生鱼片 煮驴肉丸子配米饭 听得懂吧 那如果用大唐的普通话来说啊 差的就有点远了 我们的官方证音呢 管猪肉叫都肉 米饭呢叫美饭 那么我们的这个鱼呢叫幽 驴呢叫楼 那我刚这吃的这几样啊 就叫是蒜泥都肉 煮楼肉丸子 生鱼片配美饭 是不是很难懂啊 对还挺难懂的 所以呢有段声音啊 给您听一听 有声有真相 总而言之啊 唐朝的普通话还真的不是长安话 那长安话呢 其实当时是叫情音或观中音 嗯那毕竟是首都的语言嘛 其实还是比较流行的 在首都当官的官员们呀 多少都能说一些 那但这种话呢 你最多也就跟种地的呀 卖菜的 还有家里的仆人说一说 那要是搁办公室跟同事官员们 这么一说 肯定会被嘲笑成香巴佬的 那教您另外一个词啊 唐朝说人香巴佬就是甜舍汉 嗯那您可能要问了 那我们大唐的普通话 到底是哪个地区的方言呢 嗯这个话说起来 它真的哪个地区的方言都不是 嗯简单粗暴一点的说吧 这个唐朝的普通话 它是一种人造出来的 嗯半书面半口语 后来呢称这种话呀 叫做七韵音 七韵呢其实是一部古书的名字 它讲的就是唐朝和中古时期呢 哪个字读什么音的这样一部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部书呢 是因为啊 那个是发生在一个五湖乱华的特殊时期 五湖乱华呢 就是五个外族来入侵汉族的事情 对没错 在五湖乱华以前呀 汉文化圈的标准语音呢 是洛阳地区的语音 但是随后渐渐的 那北方的一些有文化的大家族 他们南迁到了长江以南的地区定居 嗯这样的话呢 一代一代在他们这些家族里嘛 就流传下了很多洛阳的口音 嗯那同时呢 也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士族阶层呢 它仍然是在北方活动的 跟那里的胡人政权呢相融合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 持续了三百年左右 对不要以为就是民族融合 只有在北方才有 其实在南方 就是从北方南迁到南方的那些世人啊 和南方当地土著居民 他们在语言上也相互影响着 是的 那慢慢的呢到了隋朝时期 南北呢又融合了 这样呢南方和北方的士族人士呢 见面的时候呢 打招呼发现 呦 说话好像不太一样 虽然呢勉强能听懂 因为语言的根源是比较相同的 但是有很多字词啊 还是听不懂的 对 所以文化人嘛 既然琢磨个事 真个正统 真个对错 到底应该以哪种语音为标准呢 当时参加这场争论呢 有七八个大文学家 他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呢是来自于金陵地区 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地区 那另一派呢是洛阳河北地区 他们两派人在互相争执 最后呢找了一个中间的这个地区啊 打了一个中间谅 于是呢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中原音 以为呢是能够还原五湖乱华之前的语音 那当时呢就叫金陵落下音 其实也就是我刚说的 切运这本书里面的音 对当时这套语音呢 没有考虑长安当地的语音 为什么呢 是因为长安观众地区啊 文化地位其实在当时并不高 主流文人呢有点不大瞧得起它 隋朝皇帝和唐朝皇帝 其实在他们心目中 都是爆发户一样的存在 但是呢这些爆发户啊 其实还挺可爱的 他们也承认自己没文化 所以呢在唐朝规定科举制度考试的语音 特别是在写诗词押韵的韵角规定的时候呢 还是按照签韵这部书来进行规定的 虽然当时的皇帝可能说的 不是这样的口音 对也正是由于官方的这种 肯定和推广呢 切运音也就流传了起来 相当于现在普通话的地位 那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的话题 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大唐的普通话 其实啊总结一下呢 就是我们大唐的普通话 并不是当时首都长安的语音 也不是当时大唐呢 任何一个地方的语音体系 而且啊也没有任何一种 现代的方言继承了 或者说很像唐朝的普通话 事实上南方一些地区的词和字 听起来看起来像是保留了古音 但是从整体上和系统上来看 它比起北方语言和中古音的差距 反而更大 嗯说实话呢 语言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科 各种争议也比较大 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呢 主要是参考了潘乌云教授的观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去他的东方语言学网站 去看一看 对那今天我们终于是和您聊了聊 唐朝的普通话呀 下一期我们和您一起聊聊 唐朝的皇室血统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了 以后每个周二 别忘了和我和四九娘相约 嗯 再见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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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